台东县政府日前进行四维路赶上工程 把种植安全岛上40多年 大约百棵的菩提树移植到台东水枝场旁边 引起地方质疑会种不活的议论 经过三个月的照料 超过九成的菩提树长出新叶了 县政府建设处将规划成为菩提树公园 让民众来休息 台东市四维路安全岛上的菩提树 有一部分根系破坏道路 加上几次的墙台 树身被吹倒歪斜 县府利用道路改善时 将约百棵的树移植到桂林南路水枝场 经过树月的照料之后 超过九成长出新叶 地方质疑种不活的看法 不攻自破 这次我们菩提树这样移过来 这一区的话目前有多少棵 种多少棵 目前种植的菩提树大概跌100棵 这个地方种大概跌100棵 目前的话还没有 还没有这个花芽的或怎么样的 看起来可能还要段时间的 大概有几棵是这样 目前我刚点的数量是大概 約八棵到九棵 那因为目前喔 有一些是虽然没有芽 可是看起来还有韧芽在 可能这个 所以韧芽还在 这个有可能像那个新移植的 有可能是甲石 那春天来可能会再活起来 所以这一区目前的出火力是九成多 九成多 将来这个地方 我们将来可能稍微到时候再整理 平时整理 将来这个区大概可以做 做一些儿童的运动设施 或什么设施 可能这个地方可以 这个地方刚好是在 在我们这个南京大牌的 南侧 刚好这一区跟那个 水枝场的其他的土地是隔开的 刚好是在南京大牌的另一侧 这一区的话 虽然土地面积不到一公顷 但是它的使用力 将来假如说做种处理的话 这个地方应该是蛮好的菩提公园 菩提公园旁边有一些儿童的相关的 运动设施 或者游戏设施 这个大概我们都可以考虑了 在明后年以后就开始来做这个事情 建设处表示 待菩提公园之夜成印之后 将会规划该区为公园 可作为民众修器 或其他活动项目的场地之用 记得潘俊伟台东市报导